好了三千公里 今天终于吃到一顿好的了 三天我在路上吃了几碗泡面了 谢谢你 吃啥 吃完吃饭 两个菜一个汤 吃完还帮我去一起拌你生根签 还有ATA 真好 好吃 真后悔来新疆来玩 早知道一来就有那么多好吃的 我应该早点出发 这好吃的还是新疆没关系 香在哪里都有 你请我吃 那不一样 我天天都想出发 就成都那边的事情没弄好 从上面吃完饭下来了 我们今晚打算不走了 就在这里休息 真正跑了三天 今天把床车睡觉的位置 好好收拾一下 其他的地方我也不管了 今天好好补瞌睡 起床了 昨天晚上我就是这样睡的 我把这个打开 亮一点 这样 把椅子靠前 这个地方 太透了 重新下单了 游到霍儿果湿 就是这边就这样搭着水的 太阳都出来了 这个尺寸不对 就导致它这个玄机的不好 昨天晚上太困了 后面就这样睡 我说 去口岸 猴哥起来了吗 等他一起吃饭 他说起来了 我先去把这个扔了 我要去买个桶 就是洗漱方便装水 我这次就出发比较匆忙 什么都没带 刚刚刷牙的时候 就用矿泉水 买了面包和奶 有时候在路上真买不到吃的 因为这次出发是床车 再加上去国外 又不能带太多的东西 我车上东西太多了 到时候还要找个地方存放一下 我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先放到前面 我就说开这辆车出国 猴哥说我的东西太多了 这样过检查站有点困难 然后我看一下他的车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是出国 支架有好几个月 还是出国几天 这上面还有一 我带的都是能用得到的 上面还有 还有我那个车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安这个 可以 那有行李价 直接往上绑行李箱就好了 猴哥方便介绍一下你的车吗 什么品牌的 买剩多少钱 是啥的 奇瑞 四驱的 裸车才14万多点 下来16万左右 四驱的 强调了两次四驱 终于有辆四驱车了 是吗 新车 空间也很大 这边放东西 这边睡觉 太干净了 一个人的话 平常就是这种状态 我这个床都不用收 都不收 就无损改造 直接放下就是平的吗 对 平常都不收床 就装一下睡袋 就这样 太方便了 你出行就带这么一个电源 两个小箱子 那边还有电源 还有电源 还有衣服 你衣服放哪的 你这么点东西 还能空那么多出来 电源 那边下面塞的户外的 衣服基本上都在上面 这要一起出国多好 我那车上那么多东西 可以往你车上塞一点 是吗 我故意你那都出不去 比拉满满一车 像进货一样 那人家都靠这种 没有相同的货 你附加有放东西吗 方便开吗 这么空 水泡面 你在路上就吃泡面喝水 就在泡面喝水 难怪有网友说 小薇来了 猴哥伙食改善了 不好意思 再让小薇也啃方便面的 这车 14万多 你搬下来花了多少 连勾资税那些 16万左右 16万多 这个价格的每一个这种 四驱的大空间的很少了 长行 空间可以比你那大多了 我之前也试过你这个车 往里面躺能露出去一个头 你人长得高 后面太低太短了 我弄卷池凉了一下 1米9 哪有1米9 你要把座椅完全移 对 移了就可以 移了才可以 不移的话就不行 这个不移 进2米 不移进2米吗 确实好 你这前面都不用垫什么东西了 对 什么都不垫 我还把它扣在一起 不会乱 这么平 是平的 纯平 正好 就是这座椅 我从来都不用一叶 我总是觉得你这东西也太少了 之前猴哥拍他买了新车 那个时候我还是看视频了 今天才算真正的 把他的车好好看了一下 就眼光特别好 这辆车无损改 开着我们的国产车去环游世界 特别好 所以我 我也是买了一辆国产车 你笑啥了 笑环游世界好 猴哥让我的环游世界梦也提前了 你也让我提前了 我这个一按他就合上了 昨天你就拉着我车门 给我按一下去了 我是这样子这么好的吗 你的不行吗 我都不行 我都很重 你看 你看一下有多重 这价格是我那两倍了 太沉了 我睡在第二排的 没法想象 太沉了 我们现在去霍尔果市口岸 猴哥陪我去找旅行社办生根签 还有ata 又跟猴哥一起在一条线上了 虽然我们两人都换成了 我看到了霍尔果市了 看到国门景区前面很近了 好激动 好激动 这么多快递 拿完了吗 三个 还有吗 京东都拿完了 还有别的快递 我其他都要不拿的 还要等几天才拿得到 是吧 可能两三天 我也买快递了 你知道我买的啥吗 啥 翻译机 而且是离线翻译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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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嫌弃 我不会英语 有那个翻译机俄语 日语韩语都可以 我那个快递 可能也要等几天 现在我们去找个地方 先把车停了 到时候把我的资料全部弄好了 再打车去口岸还是怎么着 再看吧 这个方向盘可轻了 跟着猴哥好省钱啊 停到这个 荒废的建筑物 这旁边 可以啊 真省钱 停车免费 这是万达保守 没开业是吧 开着的 他把车停哪了 你也停里面去 这里面 随处可见的洗手间 待会让猴哥帮我贴一下 这个 上次我一贴 差点就坏了 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 晚点再去找旅行社 提交资料 那个是比较快的 猴哥说提交资料是很快的 就把所有资料全部带上 找个旅行社 直接邮寄就可以了 看能不能办个快件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